在关中十八堂帝陵中 除了李治和武则天的乾陵没有被盗墓之外 其他陵墓均遭到盗墓贼的光顾 然而真正被考古挖掘的陵墓 却只有唐熙宗李轩的靖陵 所以靖陵是唐朝唯一被考古挖掘的皇陵 在过去历史上 和唐朝其他皇陵一样 靖陵遭遇了多次盗墓 1994年的一次更为丧心病狂 当时一群盗墓贼用炸药将靖陵炸出一个大洞 鉴于靖陵遭到严重破坏 所以1995年就对靖陵进行保护性挖掘 考古专家打开靖陵之后 可谓是感慨万千 因为整个靖陵的建造粗糙 规模较小 陪葬品较少 总得来说还不如圣唐时期的公主坟墓 更让人奇怪的是 放置唐熙宗棺材的棺床 竟然不是正常制作 而是用了两个人的墓碑改造而成 也就是说 棺床上甚至还有清清楚楚的文字 以至于考古专家 轻易就知道了墓碑的主人 即杨在司和窦炉清旺 史料上记载 这两人都是武则天时期的重臣 均死于公元709年 而且都获准陪葬潜陵 为何两个名人的墓碑 会被制作成唐熙宗棺材的棺床 难道唐熙宗痛恨这两人 所以要用棺材压制这两人 或用这两人墓碑陪葬 显然不太说得通 因为唐熙宗死于公元888年 相差了180余年 更为重要的是 在讲究人死为大入土为安的古代社会 这一种行为非常的不吉利 非常的不可思议 其实 即便一个末代皇帝的陵墓 再怎么匆忙建造 也不至于用别人的墓碑来做棺床 随便在山上开一块粗糙的石头做棺床 也几乎没有一点难度 也比这一举动合乎基本道德 既然如此 为何唐熙宗的棺床 却要这么做呢 原因可能很简单 结合唐熙宗墓葬情况 综合考虑就能看到四个字 即人心散了 唐熙宗时期 唐朝本就逐渐衰弱 国内政局混乱 各地军阀割据 又遇上皇朝起义 导致政局进一步混乱 而且唐朝后期皇帝 经常由宦官费力 几乎没什么权威性 大家也不把皇帝当一回事 正因如此 唐熙宗死后 大家也无所谓 只是礼貌性地安葬一下 因此 可以想象这么一幅图景 27岁的唐熙宗死后 权力中枢压根就不重视 随便指派一些人处理 甚至多忘了制作重要的棺床 结果 等到快要安葬的时候 却发现没有棺床 于是懒得再去制作 就随手从乾陵那边借了两块墓碑 试想一下 如果是稍微重视一点 皇帝领悟重要部分的官床 怎么可能发生这种事情 说到底 人心散了 大家不把唐朝皇帝看在眼里 可能连工匠们都无所谓 随便糊弄着 有专家学者看了之后感慨 如果确认这一种猜想 那么就难怪 唐朝必亡了 当一个王朝人心散到这种程度 基本上无可救药了 当然 以上只是一些猜测 具体为何用两个大臣的墓碑做棺床 史书上也没有记载 所以至今也没能找到答案 值得一提的是 自唐墓宗 795至824 之后的八代唐朝皇帝中 为宦官所立者七君 只有一个皇帝不是宦官所立 同样悲剧的是 唐熙宗死后的两个皇帝 虽然不是宦官所立 但费力却由大军阀朱温掌控 可以说 从唐墓宗之后 唐朝皇帝就不再掌握自己命运 人心早就散了 除此之外 袁天刚也早就预言唐朝会王 袁天刚真正出名是在唐朝时期 他有一个好友名为张俭之 在唐代获得很好的发展 而这个好友又对张俭之十分的钦佩 认为袁天刚必然能够干出一番大事业 张简之凭借自己的才能 在洛阳担任资官另一职 因为他的欣赏 袁天刚接受邀请来到了洛阳 在清化坊 袁天刚开始了他的像术之路 其实在他老家的时候 他的名气已经很广 但是在洛阳还是很多人不相信他 杜燕 王规 唯挺就是这样 他们对所谓的占卜虽然信任 但是却不信任袁天刚 有一天三个人一起来见袁天刚 希望他给看相 一次做法之后 袁天刚做出了预言 他认为杜燕将因为文章而扬明天下 王规则是官运亨通 将来必是大文官 为挺其人也不是凡人 将来必然是一员虎将 除此之外 他还认为三个人都会遭贬遣 到时候大家还会在洛阳相见 这件事果然得到了印证 武德年间 唐高祖当皇帝的时候 杜燕因为文学水平高 成为京中的高官 并且王规经过太子李建成的推举 成功当上五品太子中允 为挺则是凭借一身武艺 出任朝廷的左卫律 为武官 正当三人的仕途都十分顺利时 宫中发生政变 三人作为参与者被贬出京城 并且三人果然在洛阳再次相遇 而这时 袁天刚也在此地 就这样 袁天刚的补挂之名迅速传播 他也成为当时老百姓口中的老神仙 632年 也就是唐朝的贞观六年 唐太宗已经即位 国家一片祥和 十分繁荣 唐太宗在偶然之下 遇到了曾经遭遇贬出 现在重新被召回京中渡烟 王规 围挺三人 并且根据他们的描述 知道了袁天刚这个山野奇人 就下了一道诏书 要求袁天刚即刻到长安见他 袁天刚还没有到京城 但是唐太宗等人已经充满了期待 袁天刚本不想去 但是天子之命 谁敢不从 只好硬着头皮到了长安 唐太宗得知袁天刚到达之后 特意选择在九城宫显照见他 以表示对他的重视 在经过一番交谈之后 发现袁天刚有真才实学 并不是在耍小聪明 对袁天刚大为称赞 之后 唐太宗依靠袁天刚 进行多次准确的预测 唐太宗越来越信任袁天刚 而袁天刚 则成为了唐太宗少有的进臣之一 唐太宗在位时 全国歌舞升平 百姓生活富足 但是他还不满足 和所有皇帝一样 他希望这个国家 永远掌握在自己的家族 所以他经常找袁天刚 希望袁天刚 能够为唐朝的国运补一挂 但是袁天刚 总是以各种理由搪塞 和李世民说 天机不可泄露啊 一旦我泄露天机 天地肯定是要惩罚我的呀 就是不愿意补挂 终于有一天 唐太宗下了诏书 如果袁天刚步步挂就直接打入大牢 在这样的情况下 袁天刚只好屈服 但是他不愿意让李世民很简单地得到挂像 就提出了一系列要求 比如 他怕受到天地的惩罚 让唐太宗想个办法 解决这个问题 后来 唐太宗果然想出了办法 他将袁天刚直接带到了距离地面数十米的高台上 要求袁天刚在这里补挂 高台上不天 下不连接地面 这样补挂就不会受到天地影响了 在这样的环境里 袁天刚别无他法 唐太宗就问了一个问题 唐王朝的未来如何 什么时候会亡 袁天刚一番推演之后 打了个疾风说道 等到猪能上树时 唐朝必亡 唐太宗面对这句话 十分开心 在他的理解里 认为所有的猪都不可能上树的 那么这不是代表唐王朝可以千秋万代 袁天刚听到唐太宗这样理解 也没有发表看法 然而 李世民貌似没听懂 在后世看来 朱上树是一个隐喻 朱并不是活生生的朱 而是指朱温 就是他覆灭了唐王朝 而树也不是普通的树 而是指唐王朝这棵参天大树 真实的意思是指 朱温爬上了大唐这棵树 国家的气韵在古代看来是十分重要的 能人意识都说自己可以看到国家的将来 现在看来可能是无稽之谈 但是以当时的人们对世界的认知 对此却是深信不疑的 本着宁可信其有的精神 应该对这种预言保持敬畏之心 这种预言保持敬畏之心